史丹佛艺术中心从5月起展开翻新 重新发展成为以传统艺术为主的表演艺术中心 是的 新中心预计明年中投入运作 可供8到10个艺术团体进驻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位于滑铁卢街的史丹佛艺术中心去年关闭 翻新工程下个月展开 工程耗资700万元 国家艺术理事会委任意愿公司管理 翻新后的中心将设有一个可容纳120到160人的多用途礼堂 可用来进行彩排或举办表演 里头也将开辟艺术家驻留空间 共用表演场地等 另外大约400平方米的空间将保留给餐饮设施和零售店 一礼会表示 新中心将为艺术专才和传统艺术公司提供交流及跨文化的合作机会 我们也希望这里的艺术家也能够跟华铁楼这一代的不同的一些组织 好像庙宇啊 一些民间组织一起合作 一起共创新的艺术作品 让这里的居民或者那些不同团体 拥有更强烈的一个归属感 意愿公司指出 新中心完成后将主办一系列活动 让更多人接触传统艺术 也把历史和文化带到社区里 艺术团体可以从这一季或下一季提出租用申请 明年第一季 中心将公布申请结果 其中一家有意进驻的是华乐传统音乐团体鼎艺团 比如说南艺也在这里 Lasell也在这里 包括很多其他的艺术团体也在这里 可以不同的学生跟我们的乐团 不管是在行政方面或者在音乐艺术方面做合作 我觉得还可以擦出一些火花出来 史丹夫艺术中心即将展开翻新 预计修复工程明年第二季完成 一旦工程结束后 将为滑铁卢街注入更多活力 同时也为这个地区带来更浓厚的艺术气息 新闯美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